好 今天我们来猜猜那些与食物相关的名人 第一个 馒头 馒头 跟历史上哪位名人有关 猪葛亮吧 这个好过 对 馒头是猪葛亮发明咯 下一个 让你讲个咯 东坡肉 你爱吃的 东坡肉 对啊 我爱吃的 苏式呀 对了 下一个 简单啊 重的 纪念 居然 对 但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所以打住了一半 蛮厉害的 自己夸自己可还行 不知道去呀 你知道多了我觉得不对劲 我也知道去 下去吧 在确认之前吧 还有那个介子推 还实嘛 对 重子也是寒实的一种 下一个 涮羊肉 涮羊肉 你是个北方人 是北方人 你说的没错 谁呀 谁呀 问你 你问我 他是个老北京人 爱豆汁 他不是北京人 我给你一个提示啊 他是元朝的皇帝 哦 元朝的北京人 油言不尽你是 忽必烈忽必烈 厉害啊 这忽必烈子的 答对了 哎 小猫 我怎么看你这个黑眼前 是不是昨天晚上又跟朋友斗地主去了 哪有 我现在没的斗地主完了 大家多忙 根本凑不起人 哦 那你可以试试左下角的勾勾斗地主呀 能玩比赛的斗地主将决没 要不起 这里面高手无影 没有终对有二十小时比赛 不间断 保理座影 能打比赛 怎么下载的 快教教我 怎么下载的啊 直接点击我视频下方下载即可 下完了我们一起玩 比赛分析能因各种好物哦 太好了 马上下载 等会结束了 大家来聊马铃铃手啊 好 谢谢 好 你下去吧 哦 你还没答题 不过你也答不上了 哈哈哈哈 你下一题 饺子 那个 张重锦 这么简直的 果然喜欢吃啊 好 这个 撞到那个学霸的这个 环境去了啊 因为它是三冬的 撕起丸子 撕起丸子 主菜嘛 张就零了 他就零了 得了 下一个 油条 是个坏人 有多坏 就那个岳飞 比我还坏吗 那个秦桧不复纪念岳飞的 对了 他是纪念岳飞的 下一张 年糕 哦 爱吃 我喜欢吃炸年糕 嗯 你喜欢吃什么年糕 呃 胖的 都爱吃 下去吧 胡子絮 啊 对 今年胡子絮 对啊 他那个时候 对啊 他那个时候 那扯巧不就是年糕的吗 你说了半天我也怕他说啥 下去吧 下一个 汤圆你知道吗 没有 汤圆发明的 汤圆 没有圆 甜甜甜的 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 小汤圆 我是切纸客 什么 你要跟我说啥 我喜欢吃芝麻汤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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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发术 对 别多发术 对 也是相声的鼻子啊 下一个 馄饨 是盘骨 为什么呢 因为开箭比赛在馄饨中 你解释对了 哈哈哈哈 他说啥 走啊 有一点 一边